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支持祖国大陆经济发展 支持两岸祖国和平统一大道来贡献新领 两岸的这个新领契合方面 其实我觉得文化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都同属于元皇子春 然后在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 沉淀跟积累上面来讲的话 是有非常多的内容跟项目都可以去发展 像博物馆 像这个黄河文化 然后还有大运河 长江 甚至每一带的历史 这些人物历史的故事 其实都是可以触及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一直见证到就是说我们当中这边每年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这十年的一个值得飞跃 就感受到说 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 就这一次的二十大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毕竟它是真正的我们这个百年的一个进程 同时又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启 第三个公车 第二尺 大概没有